而烏尔戰爭是雙方在前線持續的激戰 為了增加烏克蘭的軍力 美國空軍最近宣布要為烏軍設計一款增程攻擊彈藥 不僅擁有450公里的射程 造價也相對便宜 希望能夠藉此大量生產 提供給烏軍增加火力 烏軍在烏冬前線深入樹林 在二軍駐點激烈的交火 但沒有手榴彈等砲彈當掩護 事實上烏軍前線人缺武器眾所周知 美國空軍宣布 美國要為烏克蘭打造一款武器 叫做真誠攻擊彈藥ERAM 攻擊射程超過450公里 彈重等級500磅 是一款空射型飛彈 而且造價相對便宜 但在此之前 二軍轟烏克蘭依舊沒停 日前兒童醫院遭二軍空襲 現在有新影片曝光 炮彈剛打中醫院 一名母親邊拍攝 邊在醫院周圍找孩子 聲音聽起來非常慌張 索性女兒後來找到了 只受到情傷 為了調念襲擊中的死者 烏克蘭音樂家事後在空襲現場演奏安魂曲 好幾十人喪命的悲劇 烏克蘭最高檢察官強烈呼籲 國際法庭起訴俄羅斯 國際法院還沒出聲 倒是俄羅斯法庭有新動作 他們就會把普清已故最大鎮尼納瓦尼的妻子尤利亞 列入恐怖分子和極端分子黑名單 TVB的新聞 綜合報導 不管是烏二戰爭或是中東的以哈衝突 似乎停火是遙遙無期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又突然拋出新的停火條件 禁止持槍械的巴勒斯坦人進入加薩 變相限制了遷徙自由 讓可能本來有進展的停火談判再度的破局 加拿大蒙特樓挺巴勒斯坦 示威者跟警方爆發衝突 警方竹人牆噴灑胡椒噴舞 沒有想到有人趁亂投擲爆竹 兩名持爆竹的示威者 立刻被警方壓制在地 這場衝突的起因 也是警方清除大學內的挺發營地 西方國家仍有零星的示威 而中東國家挺巴勒斯坦集會盛大空前 從約旦首都安曼 到夜門叛軍控制的法定首都沙納 示威者高舉步槍 一副要跟以色列跟西方國家拼個你死我活 但是彷彿狗廢火車 以色列的態度非常強硬 總理納坦雅胡突襲式拋出新的停火條件 在開戰前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借到以色列進入加薩 通常沒有太多限制 納坦雅胡打算限制持槍者不得進入加薩 民意上是擔心武器走私 但是變相限制巴勒斯坦的遷徙自由 仇恨無止境 先前獲釋的以色列人 致接受CNN專訪 回憶恐怖的八個月 仁智認為哈馬斯就算有給食物跟水 也只是把他們當作談判籌碼 不殺他們不是因為憐憫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